台南市春徽狮子会19号举办29周年寿政典礼 也捐赠了200多套的天庭小子小千昆 给台南100多所小学 希望借由这部获奖无助的动画 所提倡的孝道内涵 让学童们潜移默化培养品德观念 台南春徽狮子会欢庆29周年 各方位会长及师友大约180人都来到现场 除了执行新就任会长交接 还特别表扬立任的会长们 春徽狮子会在过去一年积极推广动画 天庭小子小千昆 就是希望影片中传达弟子归的儒家思想 可以向下生根 小朋友要孝顺父母 那也受到很多学校的校长的肯定 为我们的孩子打开品德的这扇门 希望能够开启孩子 从小就学习孝顺有爱真诚的这些 传统的美德 参与师子会今天活动的校长表示 小朋友从小乾坤理念 学习到如何孝顺父母 如何在品德教育生根 那这些品德教育的教材 对我们国小的孩子来讲 是很棒的一个扎根的基础的工作 一个活动式的一个课程 来指导孩子呢 不是用说教的方式 所以让孩子能够深入浅出的去学习它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用的一个方式 看了这个工画的地主规以后 小朋友学习性去提高 因为他把地主规生活化 都能够看到学校在品德这一方面的需求 然后在师子会能够付出更多的资源 在这一块的上面 我想我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未来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长林淑珍表示 目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唯有从小道德扎根 才是解决之道 希望社会有心人士 一起推广小乾坤 让传统的文化与美德 散播到全台各地 新唐人甲特电视 李专荣 史静旺 台南采访报导